現在是凌晨的兩點十六分 你看 她又睡得好熟喔 今天蔡玲在收行李 怎麼樣?收好了沒? 已經收好了 我們等一下五點差不多就要起床 我大概只睡三個小時 我也是啊 大半夜收什麼行李 對啊 好累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平常怎麼收行李的 老實說我覺得我蠻會收行李的 為什麼? 我覺得我還蠻算蠻會分類的 可能是處女座的就是天賦吧 就是天賦 我只能說我天賦義賓 我在分行李的時候有一些小八寶 我旅行的時候還會帶一些神秘的小玩意 在開始之前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這次算帶比較多行李箱 因為我們知道來日本比較會買東西 我們這次總共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還有第六個 就是我自己的登記箱 這幾個行李箱的品牌啊 都是Departure 這是我們非常愛用的品牌 嗯 我們第一個行李箱是哪一個啊? 我們第一個行李箱 就是買了最小的登記箱 哦就是這個 好紅色的 這個我們是用最久的 當初我們是在特價的時候買的 推過它之後 我們就再也沒買過別人的行李箱 因為我們發現 好的行李箱真的非常重要 像我們比較喜歡出去旅行的人 好的行李箱 你真的會完全就上天堂 那你平常收行李有什麼訣竅呢? 收行李 你一定要有很多很多好用的收納袋 這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家總共有四個人 我就分了四個顏色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都怎麼整理 像大家看到這個粉紅色的部分啊 像這就是Tiena 它就會有分大的網裝袋跟小的網裝袋 它就會裝一些它外用的衣服跟內用的衣服 比如說內衣啊內褲啊襪子啊 那這邊就可能一些外衣的衣服啊跟褲子的部分 那它其他可能需要用到的東西 比如說它的梳子啊 它的牙刷啊 它的乳衣 它就會放在這 那這個鞋帶呢是裡面我覺得 所有旅行袋當中 你一定一定要有的 這個真的超級無敵好用 它是兩層的鞋帶 給大家看喔它有多大 不要小看這個鞋帶 它這裡可以放一雙拖鞋 那女生呢要配的衣服鞋子又比較多 它這裡還有一雙 哇那真的很方便 對它就可以裝到兩雙 而且Departure的他們這個整理袋的拉鍊 超級好用 非常好用 這一次我比較是我最有感覺的拉 因為我們之前用的分裝型的袋子啊 是我們在網上買的 不是買的 喔是送的喔 是不知道買什麼東西送的 喔是送的喔 對 然後就比較沒有那麼好用 那這一次啊 全部都換成Departure的 它最大好處啦 就是我終於有屬於我自己的顏色了 欸我的顏色是哪一個 你的顏色是綠色在那邊 在這裡 只要看到綠色的就是我的 所以其實非常方便啦 那還有什麼旅行小戶可以推薦給大家的呢 還有一個東西我覺得也很重要 這是我這次添購的 這是什麼啊 這一個 這是旅行用的運斗 它是100億、220億都可以用 這麼方便 這是一個台灣的賣家他們自己做的 而且這個運斗呢它還有得一個設計獎 重點是它真的非常的小巧 那因為呢其實已經有太多粉絲說 為什麼每次衣服都不燙 對我就是懶 所以我就決定說好像我還是買一個這個 因為我們真的還算蠻常出門的 這個真心推薦給大家 可以添購一個 那再來呢 是我老公買的小廢物 這真的超滿用 我覺得我們下次應該要買一個更好的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可以推薦我們一下 這是洗衣服的機器 超音波的洗衣啦 它可以丟在水槽裡 震動 讓衣服變乾淨 對 可是這一組我覺得它的 效果不符合我的期待 可是我真的覺得旅行中呢 一定要帶這個洗衣服的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像我們都會 可能出去多添一點 那你沒有辦法帶這麼多衣服啊 你勢必就得洗 所以呢像我還會帶一些旅行用的衣將 還有旅行用的繩子 那我一定會帶這個掛衣繩 那你就可以隨著你飯店的空間 你去調整你需要的長度 這次一條就夠了 超級好用 非常的方便 那呢你一定要記得帶這個 洗衣夾 不然有可能你隔天起來內褲就已經不會跑掉了 那基本上的衣架我是覺得 不太需要帶 因為基本上飯店一定都有 你只要有帶繩子跟夾子就夠了 那我也會記得一定會帶一些洗衣巾啊 洗碗巾 我都會帶著 那你還有什麼旅行的小物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推薦大家出門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帶備用藥品 那像我們家的習慣是會去找自己的家庭醫生 開固定的備用藥品 那大家可以自己找家裡附近的一間 開一些你必須要用到的藥品 隨身帶著 因為畢竟出國來講不太方便 那你在台灣拿好藥 至少醫生知道你平常的身體狀況 可以給你最適合你的藥 沒錯 一定要記得 非常的重要 接下來就跟大家講一下你整理行李有什麼訣竅啊 沒錯 所以我順便給大家看一下我這次買了什麼東西 這次買了多了 很多 可是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會收耶 我們行李箱還有一個是空的 我沒裝滿 我是不是買太少了 夠多了 我覺得我可能買太少了 那整理行李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先記得把大漾的東西 還有不能凹折到的東西先放進去 怎麼說 像這種因為是免稅瓶 它有包在一個袋子裡嘛 你勢必就不能拆開來 那這個你就要先放 那這個呢 我個人天購的盒碗 天購的拼圖 這不能凹著的也都要先放進去 那剩下的其實下面我就會補下面有一些小洞的部分 所有的東西呢都是先把大漾的放進去 再來放小樣的東西可以塞在邊邊角角 那每一個角度你就是要塞好塞滿 達到它最大的功能 這個箱子啊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形狀很特殊 這個就是液型箱 液型箱啊 最特別的就是它在空間裡用是比較好的 因為有一些盒子類的真的很適合 我們曾經也把空氣清淨機放進去過 其實真的很好用 對 它的高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你可以放很多不能壓折的東西 空氣清淨機 合完 熱膏 你都可以放 而且你可以完完整整的帶回去 是不需要拆開的 然後大家比較擔心的是 這個Size到底能不能出國 在拖運型的部分呢 會不會出問題 我可以跟各位講 不會 我們從來都沒有遇到 因為這一咖我們已經用了將軍快兩年 都沒有問題 而且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現在已經非常晚了 已經兩點半了 明天早上 再來跟各位詳細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次新買的顏色 還有我們覺得它一些很棒的手拿的設計 Let's go 先睡覺吧 早安啊 現在淋在寫卡片 給粉絲 我要來把行李箱合起來 隨便來介紹一下 我們行李箱的外觀跟內力 我先來介紹一下我們第一個硬型箱 已經用了快兩年了 其實它 雖然簡單 可是真的很好用 Depatchel的行李箱啊 其實它金屬啊 都是用的稍微比較好一點 這邊是使用拉鍊 像是這樣子的 然後這兩邊 都是用拉鍊 我覺得這最大好處啦 就是你東西 比較少之後 用拉鍊就把它固定起來 那你東西比較多的時候呢 像我們之前真的放空氣淨機的時候 不用拉鍊 就可以把整台機器放在中間 它真的是非常的靈活 也非常的好用 另外一邊有兩個收納的空間 這邊是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 那這邊呢 就是一個收納空間 我先把它 合起來 我個人認為啊 Depatchel啊 最厲害的真的還是它的輪子啦 你看 這個行李箱雖然已經 兩年了 可是你看 還是非常的滑順 也有更天哪 都會為了推這個行李箱 這是好假 看誰能推到這個行李箱 不過 今年我們又多了三個 所以不會再吵了 然後這個登機箱呢 是新電台零挑的顏色 你看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它的裡面呢 也是一樣 跟剛才的異形箱的結構 有點像 左邊跟右邊 各有一個置物的空間 有個拉鍊可以拉 好 我一樣把它關起來 這邊一樣有個海關鎖 我還是真的比較喜歡 這些密碼鎖啊 直接在行李箱上面的 這樣其實真的會非常的方便 接著是這個 異形箱 這個是今年的新顏色 它很特別喔 這型箱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兩邊的顏色是不一樣 它總共有三款配色 有些配色真的很特殊 我會把連結放在底下 然後異形箱啊 我個人覺得拉 你說它的外觀特別的出色 並沒有 可是它就是一個低調 然後很實用的箱子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的做工喔 它的這兩腳 還有這兩腳 都有做一個金屬的防護 所以在一些 碰撞啊 各方面來講 我自己是覺得 真的還不錯 這邊一樣有個提把 最大的好處 就是有時候 在搬運行李的時候 真的 蠻常用到的 最後一個 我覺得是這次 最特殊的一個箱子 它是30寸的 煞車箱 這個煞車箱呢 就跟剛才不一樣 它不是拉鍊的設計 它是使用這種 扣子的設計 把它扣起來 這個是墨綠色 而且它的四角 是有點那種 暗色的香檳精的感覺 不曉得各位覺得怎麼樣 這個顏色 也是今天在零挑的 我當初挑的時候 就覺得 好像也還好 可是送來的時候 我自己很喜歡 以後這個就給我了 那這個箱子 最大的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是 煞車箱 各位一定會覺得說 煞車有什麼用 可是這次 我覺得真的很好用 尤其是在搭地鐵的時候 我等一下跟各位說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我最常用的登機箱 這個箱子也用了快兩年了 最大最大的優點 我還是要跟各位講 就是輪子真的很好推 而且我的這個 它是窄邊的 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會覺得說 它的質感非常的好 這些就是我們家 目前正在用的行李箱 這邊有三個 是比較大的箱子 就是兩個異形箱 跟一個煞車箱 那登機箱的部分呢 我自己現在都是用這個紅色的 小朋友跟新店菜林 有時候我們會搭連行 他們就會使用 一個這個黃色的 跟我很久之前 自己買的這個 套紅色的 這些 都是departure的 其實行李箱是這樣啦 你很難一下子 就說它好不好用 而且其實在我們創作的 這段時間啊 很多行李箱廠商都會想說 推薦給我們用 可是我們也不敢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 你一定要用過一段時間 那這個品牌啊 在我們使用 這麼長久的時間以來 而且去過這麼多地方 它真的是非常的好 退房了 這個門很討厭 會一直看 其實有時候啊 煞車箱就可以發揮 會共用 就把它先放在這裡 過去 把它拉起來 煞車在這裡按一下 輪子就不會動了 它就幫我把門卡住 真的很好用 把它按一下 就可以 繼續移動 拉走 跟著我們一起逛逛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到一套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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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Departure 知道那個狗狗 哦真的 所以我們剛剛遇到防疫小狗狗 哇好可愛 防疫小狗狗在哪裡 他走了 我走了 哈囉 可以跟你拍照嗎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哈囉哈囉 You're my heart Why didn't you, why didn't you call Something in the air Always something in the air Inascible I can feel it in the air Can you feel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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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ing in the ai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